台东县消防局 自民国87年11月15号成立以来 仅有147名人力来负责台东县所有的消防勤务运作 民国98年 波拉克风灾重创台东县 更凸显消防救灾人力的不足 98年黄建廷就职县长后 全力支持预算并且扩边人力至310人 是台东县消防局蜕变的开始 尽管财政拮据 黄县长排除万难 只是全面提升防灾救灾能力 全体同仁在繁重的消防勤务中 咬紧牙关 迎战扎实的训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来自民间的力量不断地加入 让我们成长为消防大家庭 有你们真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知道吗? 推全台销售 推全台销售 亭首席 你怎么能够避免 你怎么做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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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护台东泄民免疫灾害是我们的使命 多一分准备 少一分灾害损失